把盜著放的招牌轉正擺回來 象徵韓國瑜終於成功反轉高雄 大祈山造勢一發爆紅的杏仁哥 即便挺韓挺到喉嚨燒蝦 但他坦言一切都值得了 值得啊 很開心很高興啊 高雄真的是悶太久了 希望我們韓總韓市長 未來可以多照顧我們基層的 這一些百姓 開心之餘不忘叮嚀韓總賣杏仁茶 20年的他對高雄經濟最有感 雖然之前在祈山場擺攤被警察開紅單 卻更堅定他挺韓決心 鋼山造勢場他把罰單貼在招牌上 整個倒過來放卸下翻轉宣言 到了鳳山造勢更影響一旁攤販 聯手翻轉招牌期盼改變 可以說常常跟著兔子走 造勢從未缺席 我覺得有讓我們看到希望 這幾場造勢跟下來啊 事實上做得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人也進來了 我們東西也都很圓滿地賣出去 最近就是賺得還飽飽的 韓總還沒當選前 杏仁哥坦言在造市場擺攤 就已經發大財 營業額常常創下個人紀錄 甚至一晚就賺到四萬元 賣到全身貪軟 搖起熱騰騰的杏仁茶 雖然是小本生意 但對百姓來說 荷包肥瘦遠大於政黨色彩 也期盼這回綠地變藍天 能夠真的翻轉高雄經濟 這次陳真影黃映駿高雄報導